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称为春秋守霸 他的祖先大家肯定不陌生 就是钓鱼的那位 齐桓公姜子牙的后代啊 齐桓公有个特别可爱的名字 叫小白 所以呢 大家也可以叫他姜小白 他能当上霸主 是有一次惊险的经历的 当时齐国内乱 公子鸠和公子小白兄弟两个怕被杀 逃往了国外 公子鸠在管仲的陪同下去了鲁国 公子小白在报书牙的陪同下去了举国 公元前六百八十六年 齐国果然发生内乱 结果出现了没有国君的情况 啊 这么乱 没人当君主了 那这兄弟两个赶紧回去呀 这么乱的时候 谁先回去 谁就是君主啊 这就比速度了 兄弟两个人之间的一场特殊赛跑开始了 鲁国不仅出兵护送公子鸠回齐国 而且为了不使公子小白顺利赶回去 派管仲率军队去拦截小白 不公平 不说赛跑比赛了 怎么能拦人家 人家又不是专业赛跑比赛 要争王位的 管仲还真堵上了公子小白 弯弓搭剑 向小白刷的一下射去 只听小白大叫一声 啊 倒在车上 一动不动 管仲一看 嗯 估计死了 回去向鲁国报告 那公子就不用着急了 一个人的比赛 急什么 没有人来争夺军位了 放心了 慢慢悠悠向齐国进发 到了齐国 却发现 小白已经成了齐国的新国军 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齐桓公 小白没死 原来管仲那一剑正好射在小白的腰带钩上 根本没伤着他 小白明白 应该假装被射死 我才能骗过 好聪明啊 要是换成我 敢射我 肯定和管仲打起来了 要学会忍耐 论语里就有这样一句话 小不忍则乱大谋 小事不忍耐会坏了大事的 但现在这个时候齐桓公不忍了 我都当上君王了 你还敢来抢 一战之下打跑了鲁国的军队 追到了鲁国 把管仲给我交出来 鲁国一看打不过齐国 就把管仲给交出来 接下来要报那一箭之仇了 对不对 齐桓公咬着牙 我让你射我 把我的弓箭给我拿过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 报书牙站起来说 不能杀 我能帮您夺得王位 但是要想把国家治理得好 我能力不够 管仲的才能远在我之上 您如果现在想称霸诸侯 你就得用管仲 小Q 你觉得齐桓公会杀了管仲吗 不会 齐桓公是做大事的人 知道什么事重要 所以齐桓公听了报书牙的话 打消了报仇的念头 任用管仲为相国 连报书牙的地位都在管仲之下 报书牙更应该去夸奖一下 他很无私的 不但救了管仲 还能接受管仲比他地位高 有个成语叫管报之交 形容的就是朋友之间感情特别的深 并且管仲确实厉害 他当相国后国家强盛 军力增强 具有了称霸的条件 所以 孟子就把管仲被重用这段 写进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里 叫做管仪武举于士 那齐桓公赶紧当霸主啊 霸主可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 霸主就是所有国家的领袖 不但大家得同意 不要忘了周天子还在呢 名义上天下是周朝的 人家影响力很大的 单独任何一个诸侯国 想取代周天子的地位 不太可能 所以管仲提出了一个叫 尊王攘仪的口号 尊王我能理解 就是尊重周天子 那攘仪是什么意思 当时有一些少数民族入侵 管仲的意思就是 我们得团结呀 我们要在周天子的带领下 一起抵抗敌人啊 就这样 把大家给号召起来 团结起来 其实是齐桓公说话算 大家会听吗 万一不听怎么办 找了个机会 借周天子的名义 把一些诸侯国交到了一起 其实也没有都来 来了四个国家 大会按时举行 齐桓公就说 我奉了周天子命令 一起商量 怎么帮助周王 今天这个大会 我们得选一个人当盟主 大家商量商量 看谁适合呢 这个时候大家一听 怎么要选盟主 我也不知道选谁啊 那这会既然你开的 就你当吧 我感觉这个是在和齐桓公 打配合 说完之后 大家就同意了 但齐桓公得签让 我不行 我不行 大家就说 你来吧 你来吧 哎呀 我不行 我不行 你来吧 你来吧 最后 那好吧 我就当这个盟主吧 现在我们宣读盟约 我们商量好了啊 要尊重周王室 辅助弱小的国家 共同抵御外来民族的入侵 谁要是违背了盟约 我们其他各国联合起来 就要攻打他 从此之后 齐桓公在每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前 都先向周天子报告 取得同意 再以奉周天子之命的名义进行 这是不是就叫走刑事 周天子根本就管不了 但齐桓公也没有骄傲 他真的是积极地帮助小国去抵御外地 不听话的国家真的也会打 并且也没打败过 所以齐桓公很快就确立了 齐国的霸主地位 成为了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霸主 既然提到了打仗 下一集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春秋的战争 又有什么独到之处呢